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手写也很难穿 温柔姐 我这鞋太小了 能不能帮我换一下 等一下呀 大家不可以四肢换鞋 因为我们出场顺序 跟展品都是固定的 不用来弄了 我这么准备走路了 温柔姐 我这双鞋不太合适 不会呀 我觉得非常合适 温柔姐 我这鞋确实不搭 等一下 我帮你调整一下 现在就调整了 温柔姐 我这样都不搭一走 我这双跟我也不是很搭 这个颜色好显黑呀 不会 等一下灯光一照又显白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换一下吧 我们大家先把鞋子好好穿一下 一会儿先帮你们慢慢调好吗 放心吧 有什么问题 我都会帮你们解决的 小朋友 你干吗呢 小朋友 你等一下 我还在忙呢 等会儿 坐下 你知不知道长新先生 站着对宝宝不好 温柔姐 你怀孕了 那你可得小心点 我这鞋不换也没事 我再五两天就白了 我这鞋虽然不搭 但是会上大秀的衣服 一定很完美 就是就是 你千万不要着急 鞋的事情慢慢调整就好了 大家放心 我一定不会影响咱们大秀的进程 等一下 问题我帮你们一个一个解决 当然 当然 我们相信你 相信你 老公 你也放心 但是 我就算工作再忙 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 还要照顾自己的宝宝的 我一定想听你们的 那 大家先继续试鞋子 然后把问题集中一下抱上来 我就先回大门去休息一下 好好好 你快去休息 辛苦了 谢谢 老婆 你邀请刘梦来当我开场的模特 她一直没有恢复 刘梦 她之前不是把铺里摸打的鞋子 都发到微博上了吗 当私服穿是一回事 可是正式的合作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肯定是觉得我秀的规模太小 配不上她 老婆 你赶紧喝吧 忘了 喝多了晚睡不着觉的 也是 不早 赶紧睡 老婆 你明天几点钟要去秀场 我送你过去 老婆 我们的车该做保养了 你明天把车送到4S店 去保养一下吧 行 我让见见去 午夜明天有一个感恩的回馈活动 你说我都答应人家要去了 要不你替我去吧 好呀 我让小美去 老公 从明天开始 你不准去秀场 为什么 你知道现在对我来说 是什么最重要吗 营养 错 是心情 准妈妈跟胎宝宝同心同体 我们拥有着共同的情绪跟情感 准妈妈心情宁静于悦 那就会分泌出有异物质 促进宝宝的生长发育 但是 如果准妈妈心情躁动不安 那却会分泌出有害物质 那宝宝 书上好像是有这么一段 总而言之 我心情旅悦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道理 那 那 这跟你不让我去秀场 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 我现在是非常实际 确实应该多加注意 但是现在过分注意了 现在我在家里 你已经不让我做这个 不让我做那个了 那你去到秀场 我更什么都干不了了 你知道的 我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 心情对我来说非常地重要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你 你相信你自己吗 这个 我好像就会讲人了 不喝浪费 我会讲人 你的 我会讲人 我会讲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